263星島日報 舊市後為正逐步浮現 2015年7月10日星島投資B10投資KF歐早而中央暴力舊市 而且出手一招比一招信猛 估不論有否違反市場規律及改革開放中止 但論短期成效,會有一定作用 因為可估估的機構大幅減少 而加入托市行列的成員卻不斷增加 況且孖子壓在泡沫爆破後已大減 斬倉壓力緩和,應有不勝之理 港股亦可望在A股回穩後穩定下來 可視,舊市對內地長遠經濟及金融市場發展 必然帶來負面影響 今次中央動真格舊市,確實令人側目 坊間對中央如此緊張舊市大或不解 更有傳視與政治有關 事有反對力量在背後搞局 意圖弄跨經濟,動搖集理管治 因此才高調反擊 此說法相信亦有一定市場 但恐怕無法證實 暴力救市在實施初期成效未將 擔除技窮,勒及市場的孖展融資大減 成效逐步顯然 簡單來說,散戶手上斬倉盤已大減 而大戶則想沽而不敢沽 因為除了國企、保險公司、石保基金等不可沽股外 今次竟然出動到禁止持股5%以上的國企 民企股東在半年內減辭 那麼手頭上有貨可估的僅如下媽展斬倉益七七八八的散戶 再加上早前趁高估股套現的大股東 命令要斥肢爭持 國家隊又落場掃貨 中央托市自然容易收效 推動國際化前工盡廢可視 今次暴力救市反映出內地股市的政策是特色揮之不去 近年多方努力要改革市場 逐步推向國際化的功夫幾近白費 未來 內地還能如何向外資推廣市場 如何致緣其說國際化發展 外資只要問一句未來會否再有政府干預 那指減辭會否波及外資主要股東 中央是否有一條明確入市干預介背圈評 相信這些問題中方官員都難以回答 倘若今次救市成功 亦會否向眾多散戶傳遞錯誤信息 是政府不容許跌市 甚至不惜出盡所有行政手段托市 那麼 又會否助長散戶對風險更盲目 未來遇到余大 當然 內地可加強投資者教育 但這方面工作以往還做得少嘛 要有效做好投資者教育 恕不容易 而政府以把准聲不准跌的信息 在更日的救市行動中有效傳播全國 借倫風潮 散戶當然舒特帕帕不敢貿然入市 但當借倫深刻教訓淡忘後 散戶又會否盲目大額借他入市 這點必須提防 《星島日報》財經組總採訪主任 或許意 at gmail.com yd典 於 graft 快 佔